故事XT4推出的时候和XT3是一样的2610万像素 那个时候我以为APS-C的上限也就这样了吧 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其实也还是够用的 而当XH2说要达到4000万的时候 我有点小激动 到底该不该升级 它真的适合我吗 于是便有了这个测试 通过实际使用之后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XH2的使用感受 想聊的东西太多 所以这个视频咱们就只聊用这台相机拍照片的相关内容 先来说说它的外观设计吧 我对这个XH2的开箱低印象是非常好的 机身设计保持了XH系列凸显专业度的调性 可以说更加的成熟稳重 看起来也更像是专业干活的架势了 这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用银色XT3去拍商单 客户那迷惑又不敢问的表情 XH2的体积要比富士任何一台X系列都要大一点 但重量其实比它看起来或者说比我想象当中的要轻一些 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吧 日常背一击三镜加上一些配件和三脚架呢 一天下来我感觉还能应付后背不会有很大的负担 手持的握感比较的扎实 算是目前富士相机当中握感最好的了 比XX10还要好 长时间手持拍摄呢 感觉到比较的轻松 不会感到手腕子疼 全天不用背带 我就这么拿着走 也没有感觉到会随时脱手的风险 按键设计呢 有了很大的变化 Q键菜单加强了 它的快捷选项呢 要比以前多了很多 自定义模式呢 也增加为了七个 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它的便捷 总体来说呢 要比以前好用很多 在用眼取景器忙操作的时候呢 尤为的明显 这个功能摇杆的位置啊 有点难受了 或者说是我这手指头啊 是不是太短了 距离呢 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远 需要移动一下手的位置 才能够触碰到 那虽然这个摇杆的改良设计并不陌生 很多机型已经采用同样的摇杆了 但是由于它的位置不同 手感呢 就不太一样了 缺乏操作感 有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按下去了 但实际上啊 并没有 有点使不上劲的那种感觉 其实XT3的那个摇杆设计啊 就挺好用的了 除了Q键呢 快门感觉也是偏轻的 快门触发的声音呢 要温柔了很多 特别是电子快门的时候 触感比较的松弛 属于点一下就按下去了 长时间拍摄呢 会减少手指关节的压力 但是如果拍的频率比较少的话呢 就会感觉每一次按快门 好像没什么感觉似的 这是机械快门连拍 机械快门单张 现在呢 是电子快门 电子快门单张的声音是这样的 然后电子快门连拍 1秒15张 顶部的ISO白平衡 以及一个自定义快捷键的设计想法呢 很好 实际使用当中 盲按呢 还是有点掌握不好位置 这三个按键的距离呢 很近 容易按错 特别是这个ISO和视频录制的按钮呢 离的也是非常近的 需要肠之间的习惯养成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才能够适用的更好 不过这个自定义按键的功能呢 值得好评 默认为人脸视跌开关 还可以设置为任何其他的快捷键 那这个位置啊 我认为倒是确实需要一个自定义键的 翻转屏幕 我非常不喜欢 特别是在低角度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别扭 屏幕在相机的一旁 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倾斜角度去构图 有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调整相机 那这种翻转屏幕呢 我认为还是要更适合拍视频吧 坦白讲 像素的增加 无论是数据的处理还是存储 都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负担 在相机内回看照片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轻微的卡顿 屏幕最上方会出现一个读取的图标 照片呢会等一下才显示它实际的清晰度 待机后再次唤醒的启动速度呢 也比较的慢了 不知道如果是改用CF Express的卡 会不会有所改善 那由于这次只是短期测试 我就没买CF的卡 其实啊是买了 到货还没开包我就发现呢 买错了 买的这张卡并不支持8K存储 嘿您看这事闹的 所以在购买之前呢 您一定要记得先去官网看一下匹配的名单 避免买错 否则这么多钱咱就白花了 还有呢就是别忘了买读卡器 看价格的时候 你一定得坐稳了 弱文件 拷贝到硬盘里明显感觉到 它的读取预览的速度变慢 单个文件呢在85兆左右 导入Lightroom的速度呢 还可以接受没有慢的很多 但是呢我在L2Timelapse当中进行效果预览 这一步的时候 诶真的是出奇的慢 原本是一个非常流畅的操作 现在感觉怎么有点大喘气呀 一个小时才走了1% 非常的不正常 我尝试了无损压缩格式去拍摄 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猜测呢这是RAW文件识别的问题 毕竟XHR也就刚上市不到一个月吧 我的50SR拍摄的文件呢 要比它更大 也没有处理的这么慢呀 新出的机型呢会普遍在刚开始 会遇到这类弱格式读取的问题 哎这就不错了 当时我买XT3的时候 真的是等了半年才能打开弱格式 所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升级机身真的不是简单 买一个机器就完事了 周边的硬件和后期的处理 都得跟得上才行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最关心的就是XHR的照片画质 到底如何 坏消息是RAW文件 无法直接预览了 我觉得挑片子呢 有点不方便了 有的时候只是想按一下控格键 去预览一下 找到自己想要的那张照片 可是现在呢 必须要使用图片预览的软件 才能够看到照片的内容了 但是好消息是在电脑预览JPEG的时候呢 感觉画质啊 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经验的 细节明显得到了一些提升 喜欢支出的小伙伴可以放心了 在后期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例如我这几张照片 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 用相同设置去拍摄的 只是角度不同 快门的速度呢 也都没有到端不稳的程度 那由于照片内容完全不同 画质的感觉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很明显光线豪权内容单一的这张 它的画质细节的表现呢 非常的好 即便是放大到百分之百 甚至都感觉不到粗模 或者是模糊了 细节纹理表现的异常出色 但如果是换作环境复杂的场景 就会看起来有点模糊 感觉就跟没对上胶似的 所以说XH2的画质 有增强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呢 它也会和镜头素质 拍摄环境的内容和光线 有着很大的关系 并不会在每一张照片上 都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 这个画质的改变 不过呢 画质这个事呢 需要冷静的去想一下 好不好 看怎么个说法 如果是在同样大小比例上去看 那么XH2 它拥有更多的像素了 画质自然要比2600万好很多 毕竟它是从更大的尺寸 缩小到同样的尺寸 像素密度增加了 自然也就觉得 它的这个画质的细节增强了 但如果咱们把这个照片 放大到百分百去看 就会感觉在细节上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咱们熟悉的涂抹感和色块问题 还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您的工作画幅没有改变 以前咱们输出这么大 现在还是输出展示这么大 尺寸没变 比如说都是放网页或者手机上看 那么答案是画质细节比以前增强了 但如果是改变了工作画幅 咱们现在放到更大的尺寸去看了 那么就会觉得画质并没有质的飞跃 稍在说一下这个镜头搭配的问题 我手上的1655和70-300在X-H2上的表现还好 和其他机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1655的画质呢 我感觉依旧的非常出色 虽然它出厂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作为富士顶配产品线的这个红标镜头 我认为还是当之无愧的 像素的提升不仅对画质有了变化 还对照片尺寸产生了格局上的改变 XT4拍摄尺寸为6240 而X-H2扩大到了7728 在后期裁切上呢 给出了更大的空间 很多的拍摄题材呢 都能够从中获益了 比如说打鸟和月亮 以及手上缺少镜头焦段的时候 那后期即便是进行了裁切 仍然可以获得和从前一样的画质 X-H2里啊 有个增距镜功能 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裁切 降低照片的尺寸 获得更远距离的图像 那这也是最大化的 利用高像素的优势 但是在拍摄延时的时候 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由于X-H2它的照片尺寸 将将够8K 8K的标准是宽边7680 而它拍摄的是7728 没大多少 所以在拍摄之后 进行一些校正和裁切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达到8K的要求了 而在城市风光题材当中 校正和裁切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最终能够成功导出 8K尺寸的延时素材并不多 基本上就是6K的体量吧 所以还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一台 合格的8K延时相机 那在这一点上让我有些小失望了 宽重度方面呢 在日光下的高光控制 有了明显的提升 暗部恢复虽然有少量的噪点 但是在细节保留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天空的 单色位置要比以前纯净太多了 那这也是之前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现在得到了解决 然而夜景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该拉不回来的高光还是拉不回来 但是呢 宽容度方面它仍然受益于高香素 生拉暗部之后 即便产生了噪点和涂抹 在缩小尺寸之后去看 这些问题呢都会得到 轻微的减弱 但在后期处理放大到百分百的时候呢 您不会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 那这只能说明XH2之前的机型 其实在夜景方面表现的也都很不错 才不会有如此大的落差感 XH2换了一块全新的LCD屏幕 要比之前看上去亮很多 很直观的就让照片在相机上看起来 要明显好看了很多 ISO的设计呢将拓展和自动的ISO限制放在一起了 那这就比以前又好找太多了 也方便操作嘛 至于高ISO的噪点控制 我认为变化不大 仍然得利于它的高香素带来的收益 可用的ISO大概在6400 我属于比较保守型的 所以不会轻易使用超过1600的ISO 避免细节过度的模糊 3200也能勉强接受吧 在后期使用降噪的软件呢 还是非常必要的 并且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提升 推荐大家呢都去试试 特别是在用富士相机的小伙伴们 我呢目前正在使用的是Denoise AI 想知道效果怎么样的小伙伴 可以回去找一下我发过的这个视频 对焦速度在搭配了全新的识别模式之后呢 让70300也可以安心的去打鸟了 在背景和环境比较干净的情况下 它的识别准确率呢 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复杂的环境和远距离成功率就会明显下降 经过几天的蹲守测试啊 让我彻底明白这么一件事 70300打鸟确实够不着 看来想打鸟呢 必须得上那个10600了 鸟和猫的识别模式啊 它的运算是很类似的 如果是看不到眼睛的时候呢 成功率就会特别的低 识别错误甚至是无法对焦 但只要有眼睛出现 它的成功率就会明显的提升 所以在整体的拍摄体验上呢 有了很大的改善 让我也可以放心的去尝试更多的剩题材了 拍摄照片的时候 7级的机身防抖效果 它的优势好像不是很明显 我的手持极限是在四分之一秒左右吧 在防抖功能上呢 视频的收益也许会比拍照片要更明显一些 用过戴机身防抖的这个相机之后呢 确实会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特别是在光线稍微有点弱的情况下 可以降低几档的ISO来提高一些画质 打开防抖之后呢 明显我就感觉到 它的这个电池续航要变得短一点了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费电 再加上时不时的要拍几段小视频的话呢 这一天一块电池肯定不够用 我建议是至少要配一块并电池 就差不多了 在测试阶段呢 我全程都在使用最新的这个NN胶片模拟 它确实不像NC那样有明显的色彩效果 更多的是比较自然温和的输出 没有浓重艳丽的色彩 我感觉看起来还挺舒服的 属于日常记录可以随便挂机使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Lightone和Camera Raw需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12.0和15.0 才能够打开XH2的RAW文件 否则在配置文件里边呢 是没有办法加载这个全新的胶片模拟效果的 我手上拥有富士免费版的Capture One 但是至今呢 它还打不开我这个RAW文件 所以也就没办法测试了 另一个好消息呢 是现在在Lightroom Classic当中 可以识别富士的镜头了 尽管在下拉菜单当中仍然没有选项 但是如果点击启动配置文件校正 就会自动的识别并且校正了 我对XH2这台相机的感觉是 无论外观设计还是硬件配置 都让它更加偏向于商业用机 或者说对相机机身性能比较依赖的使用者 比如说需求动物识别模式的摄影师们 都可以被列在XH2的受众对象里 那这也正是富士给这个系列的一个定位 属于干活级别的专业机型 如果说它在画质上相比较XT4这样的老机型来说 有提升 但是呢有没有飞跃 XH2主要是在持久作战能力和它的舒适度上 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无论是它这个手柄握杆和续航的提升 还有就是外置风扇的降温处理 或者是从它的整体操控以及性能的提升上 那这个系列确实就要比其他的产品线要更稳定 更值得信赖 拓展能力也更强 所以这让它更适合取接商业的活 所以如果您是寻求更好的操控感和体验感 那么这个XH2它值得升级 但如果只是单纯为了4000万的像素 那么我认为也许XT5可能会是更明智的选择 其实如果是作为日常拍摄 兴趣培养 拍摄的照片只是分享在社交媒体或者是手机上 总之是比较偏向于休闲娱乐的使用者 甚至就是我自己吧 主要是拍摄城市风光和旅行的照片 我个人认为这台相机的特点并不会得到完全的发挥 很多功能也许根本就用不上 后期处理也会带来很多负担 甚至日常随身携带它也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累赘 移不到位这个理念其实是不存在的 不设备不能移不到位啊 而是我们对新产品的占有欲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所以在选择相机的时候呢 还是尽可能的考虑到自己当下的实际需求吧 那如果您实在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就买一台 看着瞬眼 拿在手里边不愿意放下的那台吧 以上呢就是我在使用这台相机时候的实际感受了 感谢收看旅行生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